去年我在日本去验了个光 是吧 大家也看到了 我当时就坐在那里 一个很漂亮的小姐姐 她为我验的光 当时就只用了一个试音架去验光 而没有用到我们很多演艺店 看到的这种流眼也好 叫飞头也好 或者叫综合验光影也好 就是没有用到这样的东西 有人就质疑说 这样验光准不准 到底靠不靠谱 这个看得太简陋了 实际上中间藏着很多秘密 是大家不知道的 所以今天我来把这一块 给大家小小的展开一点 首先试音架的话 大家第一印象 在我们店里面带着 感觉像个外星人一样 实际上它是我们用到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 试镜架在市面上非常多 比如说你在一个 很粗略的眼镜店里面去的话 我们通常用到的 就是像这样的试镜架 像这种眼镜架的话 一副大概在40块到50块这样子 它是塑料的 由于它上面擦的镜片是很有限的 大家可以看到能擦的镜片是很有限的 就是一个非常固定的一个试音架 它有很多数据是没有办法去调整的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铜锯 是没办法调整的 比如说这个66 它就是铜锯适合66的客人 但是它的这个前听脚 近眼镜 以及近腿的长短 都没有办法去调 那么去佩戴的时候就不会太舒服 大多数眼镜面用的就是这种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对于试镜架的要求很高 因为试镜架 它是我们一个主要操作的产品 其实我们用的综合验光仪 它相对于试镜架的时候 它有几个缺点 第一个综合验光仪 那个镜片非常的小 它只是快速方便 能让我们验出度数 但是它并没有试镜架精准 在流眼上的静感性调节 和在试镜架上面的这种静感性调节 它的就不一样 静感性调节也会影响到度数的精准 用试镜架去验光 是相对于流眼来说要更准确的 为什么我们还是会用到综合验光仪呢 因为综合验光仪相对较快一些 我们验完之后 还会在试镜架上面去 再做最后的精条 对于要去精条度数的 那么像这种普通的试镜架 它很显然就达不到要求 最开始我们就在市面上去找好的试镜架 符合我们需要的试镜架 我们最开始是找到了这一个产品 这个产品它是国内的一家产家做的 我记得这个买成960这么一支 它可以单眼调单眼瞳距 我们只有光学中心 最准的那个位置去对准你的瞳孔 你看出什么验光才会更准确 它还可以调倾斜角度 因为每个人的耳朵和鼻梁的高度 落差是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调鼻拖的高度 它的功能性是比较完美 但是它非常的难用 它就是国内仿造的 看上去样子还可以 就这些旋钮包括整个的佩戴的稳定性 稍微差一点 我就不说品牌了 因为有很多眼睛内的用 后面我们就又升级了我们的这个试镜架 我们就选用的日本的 最开始我们买的是这个型号 它第一是Ti的 第二它整个结构比较稳定 功能也还可以 比如说我们看我们前行角的这个调试 包括说铜锯的调试 包括这个鼻拖 它也是可以调整的 调整高度 我们用了很长一段时间的 这个我记得一支好像是两千万元左右吧 第一次给大家试戴 它也比较稳 然后进腿的长度也可以调整 然后铜锯也可以调 但是它有缺点 它缺点什么呢 它不能调单眼铜锯 像这一款呢 就我们就觉得不太合适 不太合适呢 我们后面就又升级 我们又买了这一支 其他功能都一样 它就是多了一个可以调单眼铜锯 不是去年吗 你们也看到了 我去日本试戴了那一支 试音价我觉得确实很好 其实我之前就知道 只是我一直舍不得买 因为太贵了 比如像这一支接近三千块了 就是我最后所有店里面都配了 会觉得很贵了 一支试音价而已 三千块很贵了 但是呢 我去试了那一款 其实它的名字叫Oculus 德国的Oculus 我在日本去燕光带的那个型号是UB4 应该是 这一次自己买的是UB6 为什么舍不得买呢 真的是招价太贵了 这一支的价格应该是九千 九千多 八九千块钱啊 我不仅买了一支 我还买了一支 还有一支 已经寄走了 我寄给我生生店了 我们天宁店也有两支 其实大家刚才看到的 那支国产的就是 仿造的这个 确实我拿到之后 就是你去转动 来听一下 就完全质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所以它卖这么贵 包括调单眼瞳俊 非常的丝滑 包括调这个高度 还是那句话就是 哪有花钱都不是呢 之前有点舍不得 但真的你拿到了这个东西 哇 哇 这种感觉确实是不一样的 很丝滑 很丝滑 它固定的很稳 好 整体戴上去 就比较的稳当 而且这个你对方戴着 它一个这个 这个衬托的力量就很好 而且整个眼镜就会固定的很稳 然后在最后进行调试的时候 它几乎和一副眼镜一样 所以最后的调试的时候 我们去给你金角的时候去擦片 也很方便 我们里面也可以擦偏真片 在外面我们也可以给你擦多组镜片 去进行调解 我大家都知道 其实我是一个不专业的人 就是对于艳光 试光色方面 我个人是不专业的 主要专业是由我们的徐老师在把控 当徐老师提出来说 我们还是要去采购 这样专业的设备的时候 因为这个是我们最主要操作的设备 比如说我打个比方 我有一个OCT 比如说OCT 我可以照你的黄斑横界面 我看到了你的黄斑匹裂 但是我能怎么办 我能解决吗 我解决不了 那个是要到非常好的眼科 去做手术的 而且是手术的东西很复杂 不是我们眼睛店解决的事情 我们眼睛店是解决时光的问题 所以我们会愿意在这些上面去花钱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给大家小小的炫耀一下 确实我们买它也花了很久的时间 不是说在国内想买就买 然后我们也托人去购买 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 价格也不费 希望呢 这一支新的设在家 能帮助我们的燕光师 为大家更好的服务 OK 这里是龙苏甲乙 买高端一键找龙苏 品牌齐全 见过多 拜拜